大家好,我是爱地产跟爱生活的大V Vicky 那么几年前呢,随着多伦诺的地铁线 北沿到了我们西北角的旺市的市中心VMC 那么这个旺市这个地方呢 就开始成为大家关注的一个焦点 那么在这里呢,前前后后修建了很多的新的公寓项目 而我们呢,我们公司金融界地产 在这个位置呢,也销售了很多的新公寓项目 今天呢,很高兴我们又回到了VMC 因为在这里即将开盘一个新的项目 叫做Branville Festival 开发商是非常著名的本地开发商Mankis 那么Mankis在VMC这个地方 它拥有超过100个acre的地皮 那么在大家看我后面的这个site plan上 以后在整个社区里面会修建很多很多的公寓项目 而几年前我们就已经参与这个社区里面的Mobilio 还有包括这个Festival 还有Ground Festival这些项目的一些销售 那么在我身后大家看到 这有四栋楼上面写的是Sold Out 那么这四栋楼呢就是我们在2020年开始销售的Festival和Ground Festival 而这两个项目呢都已经完全的销售一空了 那我们现在要开盘的Branville Festival 它正好就在我们Festival和Ground Festival的正南边 那么这一期开盘的Branville Festival 它一共是有三栋楼加在一起呢有超过1600套单位 所以也是一个非常大型的项目 那么我简单来说一下VMC这个社区 那么在我身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社区里面会有很多栋楼 那么这些楼呢不光是住宅楼同时还会有一些这个商业的办公大楼 那么这个社区里面它就是像一个新的城市一样 那么在这里呢除了会有办公楼 然后还会有这个住宅楼 以及呢一些餐馆呢超市啊 还有一个亮点呢就是在这个社区里面也会有两所学校 那么我们一会儿呢可以走到这个社区的中心 你们就会看到这两个学校的具体位置了 然后小区里面还有很多的这个绿化带 跑道然后还有这个人工户等等 所以这里呢它是属于交通非常便利 然后整个小区的环境也非常的不错 那么在这里除了刚才我们说 它有这个我们多伦多的这个地铁北沿道这里之外呢 它还非常靠近这个高速公路 比如说我们的400呀还有407的这两条高速 也都是开车大概几分钟的一个距离 那当周边呢还会有一个除了我们的TTC 还会有其他的这个公共交通 比如说像这个Zoom啊YRT啊等等这些 所以从这里出发呢是可以到达我们多伦多的四面八方 那从这里出发搭乘公共交通 六分钟就可以到约克大学 十五分钟就可以到Yorkdale的shopping mall 所以交通来讲是非常的方便 以上呢就是大V今天的楼盘分享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记得点赞和关注我谢谢